绿螺是一种耐阴性很强的官业性植物 它可以美化空间,又可以净化空气 十分适合室内栽培和观赏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室内盆栽官业植物 它易于达理,养殖简单,深受广大花友们的喜爱 但是也有花友的绿螺会出现生长缓慢和黄叶烂根的现象 下面我就讲一下怎样才能养好绿螺 想要养好绿螺,使用的土壤尤为关键 也是最基本的条件 虽然其他的土也能养活,但是什么都有好坏之分 绿螺喜欢疏松透气肥沃的酸性土壤 爱好养花的朋友们可以去网上买一点营养土 它的价格其实也不贵 几十元就能买十多升,可以养很多花了 绿螺的盆土配置最简单的就是用田园土、草碳土加珍珠园 按3比2比1的比例配置 再就是浇水了 绿螺喜欢温暖湿润的养殖环境 在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可以保持盆土的湿润 盆土过干,叶片容易发黄 积水又容易导致烂根 所以浇水也不能过多过勤 冬天的气温降低,水分的消耗减少 这时要少浇水 等盆土表面发白后才能再次浇水 这样还可以增加绿螺的抗动性 再讲一下施肥 绿螺生长得比较快 在它的生长期需要加强追肥 我家常用的是浓缩型营养液 属于绿螺专用肥 它使用比较简单 吸收快,不易烧根 也可以替换使用花多多一号 这样养出来的绿螺长时快 叶子由绿发亮 要想养好绿螺 通风和光照也十分重要 绿螺喜欢通风良好 明亮的生长环境 它虽然有一定的耐阴性 但是在明亮的环境下 叶片会更加肥厚油绿 生长更加旺盛 如果通风不好 则生长缓慢 容易烂根 绿螺最好不要阳光直射 更不能曝晒 可以放在通风好 明亮的客厅或者窗台 和有散射光的阳台养殖最佳 室外养殖需要给它遮阴 阴棚的透光率 以60%左右为夷 再讲一下绿螺的扦插方法 绿螺的扦插一般在春秋进行 可以选取生长渐状 叶片肥厚的一年生长枝 选取长度约10-15厘米 由2-3节的匍匐径 作为插碎 剪断插碎时 不要伤到它的气生根 扦插的深度为插碎的三分之一 胶足水放置在阴凉处养护 每天向页面喷水1-2次 保持土壤和空气的湿度 在温度25度以上的环境中 养殖15-20天 即可生根长叶 好了 有关绿螺的养殖和扦插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哦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我会每天分享我的养花经验 我们下期再见